谭卓接言喜攻略 谭卓接言喜攻略 因为戏服超过一百块 看来叫神剧组经费很紧张 最近大伙的言喜攻略 算是给予郑争了一口气 给他又挽回了一把口碑 过去他的戏配色都显得十分夸张 色彩饱和度极高 颜色搭配也很大胆 常常被人吐槽想画板 随便丢两张图大家领会一下 但这一次都让大家有种惊艳的感觉 服装配色低调 画面显得颇有神工戏的饱满和沉重 配色很到位 让大家想这一次与妈妈终于变得有品味了 而在本剧中出现了许多让大家惊喜的演员 神工戏吗 女演员肯定最多了 不只有怀了二胎不怎么活跃的张嘉妮 还有从TVB离朝的蛇诗曼 更有属西跳房冠军 我不是药神的女一号谭卓 撕心还是很喜欢阿蛇的 放一张阿蛇的剧照 回到谭卓上 当初开发部会的时候 谭卓被问为什么选择接这部剧时 他的回答让旁边的秦兰要笑死了 我以前那些服装军家都不超一百 这次这个超过我就来了 这种古装剧 幸福很难不超过一百 啊哈哈哈哈 谭卓真的是好随意的 但是很多网友就想 以前从来没超过一百 那是不是表示药神也是 小编查了一下 还真是药神早的延启攻略三个月开机的 所以谭卓药神的服装也没超一百 经费紧张了 心疼 不过有人说 虽说戏服贵 可是他演的高贵妃服装好少啊 老实说 确实不少了 小编随便找的图都有好多套不一样的颜色 款式都是极具特色的 包括剧中高贵妃是会唱戏的 戏服小编也找到了两套 一套女装妖媚 一套男装英气 剧组在戏服上 还是没有亏待他的 感谢观看